好,各位同学,我们要开始讲交流电路之功率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电阻性负载 那电阻性负载呢,就是单一电阻 就是我们有一个交流电源,然后连接上单一电阻 那假设我们交流电源的这个振幅是VM 然后它是一个cosine的形式 那因为电阻负载呢,是一个时数 那我们可以直接呢,我们计算电流就是 这个VMcosineωt呢,除以R 那VM除以R是IM cosineωθ 这样就是可以求得我们的这个电流 它也会是一个cosine的形式 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向量来表示 就是如果是向量形式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VM 较0度 那我们的这个电阻的主抗值呢 是时数嘛,是R 较0度 那我们这样一除呢,就会可以写成VM 它的大小值呢,就是VM除以R 然后它的向外角是0度 那向外角是0度呢 我们之前学过呢,我们之前学过就是in-phase 同步的意思 意思是呢,它的这个 它的电压,它的电流 它的电流呢,它的电流也是角0度 它的电压呢,它电压也是VM角0度 它电压呢,也是 就是VM角0度 所以它们电压电流的向外角相同 它们同步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图 那你会发现就它们同步啊 它们从波峰 从这个波峰到波峰 那这个电流呢 它的波峰也在这边 电压波峰到波峰 电流波峰到波峰呢 都是跟电压同时到达波峰 好,所以就是电压与电流同步 那我们如果计算它的顺时功率 就是我们把VT VMcosωt带入 那IT呢 是我们的IMcosωt 那会得到VM乘IM cosωt的平方 那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cos 因为我们知道呢 cos平方ωt等于 根号1分之1加cos2ωt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改写一下 所以上式等于VM 然后呢 然后呢 根号就是平方 2分之1加cos的2ωt 好,这会把它平方 所以会得到2分之1加上2分之1 2分之1 M 你会发现 首先 它的频率 是我们的电压频率 Omega t的两倍 它变2Omega 所以在这边 电压一周期 电压一周期里面 它其实会有 因为它频率变两倍 所以在一个周期的电压里面 它的功率 它功率会经历了两个周期 OK 就是它经历了这一个周期 还有这个周期 那而且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点 就是它的功率呢 永远不是零 就是正值 它不是零 它最小是零 然后 而且所有的功率呢 不是一定是大于等于零 意思是呢 这个电阻 一定都是耗能 因为它的 P T呢 大于等于零 所以是耗能 永远是耗能 OK 它一定是耗能 OK 好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形式 下一个形式呢 是电感性负载 那它就是一个交流的电压源 接上一个电感 好 那我们这时候就以向量表示法来表示 那我们 我们向量其实都会 在上面呢 写一个 写一个Facer 写一个 写一横 那 所以电压的向量表示法是VM角凌度 那这个电感的主抗呢 是J Omega L 那J Omega L 就是Omega L 90度 OK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怎么转换 所以呢 I M就是等于 I M呢 就是VM 除以Omega L 然后角度呢 就是零减掉90度 就是负90度 OK 好 所以 所以这个电压呢 电压的电压是VM角凌度 电压的向量表示法是VM角凌度 电流的向量表示法呢 是VM角凌90度 意思就是说 这个电流呢 落后 因为它是负的 向位角是负的 它落后电压90度 OK 那一个周期是360度 所以呢 意思是 电流落后电压四分之一周期 好 可以写一下 好 落后 电压 90度 那90度是四分之一个周期 OK 所以落后的话呢 就是比较慢到达峰值 所以你看 电压到达峰值的时候呢 相对于的电流呢 它要四分之一周期后 一个周期是这么长 它要四分之一周期后呢 才会到达峰值 就是它永远落后电压 OK 那 所以就是 这是我们刚刚写的 好 那 那这边写Z 就是这个主抗 其实应该这样写 这个是 这个是非色 然后就是这个 主抗的这个大小值 主抗的大小值 就是J omega JL 就是Omega L 说错了 就是 所以 主抗的大小值呢 这个 电感主抗的大小值 就是 Omega L OK 那 我们也可以计算 它的这个 顺时功率 就是 VT IT 好 然后 可以把它写成 VM I M Cosine Omega T 乘上Sine Omega T 那 等于呢 好 就是 它等同于 VM I 就是 因为这个Cosine Omega T 乘上Omega T 呢 会等于 这个 这个 Sine 2 两倍的 嗯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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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诶 等一下哦 是VM I M 二分之一 Omega T 它是 OK 它是二分之一的Sine 二Omega T 你可以稍微把它 好 它会是二分之一的Sine Omega T 二Omega T 那 所以你就是可以把 把这个 顺时功率呢 写成这样的形式 这个的话 应该不用我证明了嘛 因为就是 你可以把它写Sine Omega T 加Sine 加Omega T 欸 欸 解掉 Sine Omega T Sine Cosine Omega T 加 Cosine Omega T Sine Omega T 所以 所以 等于呢 兩倍的 Sine Omega T Cosine Omega T 所以 Sine Omega T乘Cosine Omega T呢 會等于二分之一的Sine Omega T OK 好 所以這 誤成例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 它的图形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頻率呢 也是我們這個電壓頻率的兩倍 Omega 所以在同一個 在電壓周期裡面呢 這是 一個電壓周期 它其實是會有 已經會有這個 它的這個 功率呢 已經有兩次循環了 因為它的 它的這個頻率是 電壓頻率的兩倍 那 各位還可以注意一點 而且它是在 VMIM 二分之VMIM震盪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一點 就是 它有 它的功率有正值有負值 OK 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電感 它一開始 它這邊 它這裡呢 是 是 耗能 它這裡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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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能 因為電感呢 電感是儲存能量的 原件嘛 電感跟電容都是儲能原件 所以呢 在前面這裡呢 正攻的地方 是 save energy 那相反的 在復工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開始呢 呃 釋放能量 那 就是它 我們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電感它的能量呢 是以磁通量的形式 儲存在這個 呃 儲存在磁通量裡面 那它等於就是個水車嘛 磁通量就可以把它 可以想像成轉動關量 所以 一開始呢 你 你供應它電流 它儲能 等到這個 水車轉起來之後 那你一旦呢 呃 你一旦不攻擊它電流的時候 它就是把 它電流呢 會繼續 繼續朝原方向呢 呃 提供電流 直到它的能量呢 完全 完全這個釋放為止 呃 所以 呃 在每一個週期的這個 在每個功率週期裡面啊 前半個 前半個週期呢 是儲能 Save Energy 後半個週期呢 就是釋放能量 Release Energy 好 這就是 呃 我們的這個 電感電感呢 在一個交流電 呃 電感接上一個交流電壓源的時候 它會 對 它的表現齁 所以 你 如果說我們在一週期 一週期裡面的平均功率 會是零 OK對不對 因為 呃前面 前半週期是正的 然後 後半週期是負的 所以呢 Average power within one cycle is zero 所以來寫一下喔 Vin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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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刚好就跳下一页 那介绍完电感呢 我们接着介绍电容 电容也是个除能元件 那也是假设我们有一个交流的电压源 点上一个电感 那我们好这边都是phaser phaser 那所以电压源是Vm角零度 那电感的主抗呢 是J omega11分之1 那把它写成这个大小还有角度的形式 就是Omega11分之1的这个角度-90度 那所以它大小只相处 所以Im呢 Im是 Im就是Im的大小呢 就是Vm乘上OmegaC嘛 对不对 是Vm乘上OmegaC 它的这个相位角呢 是90度 正90度 就是0减掉-90是正90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电容 没有代表对于电容而言呢 它的电流领先 电压 所以你看哦 电流四分之一周期嘛 领先90度跟刚刚一样四分之一周期 所以你看呢 这边电流呢 它的风值会比电压先早到 所以就是电流的领先 领先呢 这个电压四分之一周期 这是四分之T 然后等于90度 那我们的Im呢 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形式就是Vm乘上OmegaC嘛 或是Vm除以呢 这个 你可以把它写成ZC啦 就是电容阻抗的大小值 OK 那 我们在求顺时功率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写 就是 好 像我们 像IT啊 就是我们可以写成Vt乘上IT嘛 OK Vt顺时功率呢 是Vt乘IT 那 那 cosωt加90度呢 cosωt加90度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我们这个 我们就是 cos跟sin的速换法 就是你 你这边是cos 就是快速转换法 这边是sin 所以这是-cos cosωt 这是-sinωt 然后 我们一定 我们的方向呢 一定都是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的 代表向位领先嘛 所以cosωt 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sin呢 就是 cosωt加90度 所以cosωt如果加90度呢 就会是-sinωt 所以cosωt cosωt加90度呢 cosωt加90度呢 就等于-in sinωt 所以大家知道 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就是这个快速转换 转换法呢 可以很快的 去 去 转换呢 sin跟cos 所以 cosωt加90度 cosωt加90度 就是cosωt呢 逆时针方向转90度 OK 就是到达我们的-sinωt 所以这整个可以把它转换成-sinωt 所以 Vt乘上-it 会等于呢 Vm 负的Vnim cosωt呢 乘上-sinωt 那cosωt乘上-sinωt呢 刚刚上一页呢 我们有 谈到它是 二分之一的-sinωt OK 那前面是有个负号 所以这根 这个呢 电感的功率呢 刚好 它除了正负号之外 其他后面都一样 OK 所以呢 而且它的周期是 它的频率是2ω 那 所以就是我们看这个图形哦 它的这个功率的 顺时功率的图形 就是右边这个图形 那我们会发现呢 因为 这是负的嘛 负3 所以一开始 前面二分之一周期呢 它是负公 那 对于电容而言呢 它的负公 前面二分之一周期 它其实是除能 所以前面二分之一周期 刚好跟这个 呃 电感 刚刚电感 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这是save energy 然后它是负的 它的功率是负的 然后呢 上面 它的 另外的二分之一周期呢 它只是功率是正的 然后这时候它才是release 释放能量 好 它刚好 它刚好 因为它 它就是 你可以像 你可以看一下 它刚好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电感的图形呢 刚好是相反的 一阵就会一副 所以你看前面的 前面的就是 前面的是 电感呢 是看这里 是Vn im除2乘上sine2ωt 所以它的图形一开始是 它是正sine2ω 那我们看一下 下一页 对于电容而言呢 它是负的 它是负sine2ωt 所以 所以呢 对于功率的 顺时功率的图形呢 电感是正的 电容就是负的 那 这个也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说 如果呢 我画在这边 如果今天有一个 这个 抱歉 如果今天有一个 这个Vn cosωt Vn cosωt 它是交流电源吗 OK好 它知道的意思 看起来歪歪的 那它有一个 接一个电感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 并联一个电容 这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是L 这是C 那 假设呢 假设流过 电感的电流呢 是I1 假设呢 流过 这个电容的电流呢 是I2 那 I1的大小值 会是 会是怎么样呢 I1的大小值呢 就是 OK 好 I1其实可以这样写 我们 我们 我们统一呢 我们统一用 张量来表示 好 我们写 I1 张量嘛 等于V 数语呢 Z L 所以 V的话呢 是VM 叫零度 VM 叫零度 然后ZL呢 是J Omega L 我们直接 把它写成 Omega L 叫90度 好 把它插掉 Omega L OK 好 OK 等于VM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就写了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它的大小值呢 是VM Omega L 那同理呢 I2的大小值 所以这是 这是 我们就是I1 那I2的大小值呢 是什么 I2的大小值呢 我们就不重 不重写 不用 不重用张量形式写 它其实就是 呃 VM Omega C 其实我们刚刚算出来 它的大小值呢 就是VM Omega C 然后我应该把M写大一点 VM Omega C 就是因为 呃 它们是并联嘛 所以你 你的当然是 也是这个电压 除以电容阻抗 它其实你 你得到的 只会是这样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呢 呃 如果I1 I2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说 你流过 你 你加一个 这个电感跟电容 并别 那 接到同一个交流电压源 那 你流过这个 流过电感 sorry 应该乱话 流过电感的电流I1 跟流过电容的电流I2 如果它们两个值一样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两个值一样呢 就代表 这个 IM一样嘛 因为它们一个是 所以它们的功率呢 一个是 2分之 VM IM 就是对于 对于电感而言 2Omega T 对不对 那对于电容而言呢 它的 这个功率呢 是2分之VM IM sin2Omega T 那 抱歉 这跑那么多 好 那如果说它们 因为 同个电压源 那如果说 它们的电流又相同的时候 那 它的 功率 就为0 等于是 没有耗能 就是 就是如果说 你这样一个 我们这一刻没有地方写的 就是这个case 好 这个case呢 就是 当你一个电感 跟电容 并联的时候 而且呢 通过这个电感 还有通过电容的电流相同的时候 它们的功率 就为0 它没有耗能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 power等于0 就是消耗功率等于P等于0 我们可以写成P等于0 应该说是顺时功率PT好了 我们写的更明确一点 所以这是PT 等于0 好 这边 画起来 OK 好 就是 所以 这个 做个总结 就是这个 电感跟电容呢 都是除能的元件 它会 释放能 它会储存能量 也会释放能量 然后 如果你给它一个交流电压 它的 前二分之一的周期 就是除能 后二分之一周期呢 是 是功能 就是Release Energy 它把能量呢 灌回我们的这个 电压源 好 那如果说 有一个这个 电感跟一个电容 并联的时候呢 那 你去 你去 如果说你设计它的流过电流相同的时候 那它的消耗功 它的功率就为0 就代表说它没有消耗能量 好 那么这个小节先 先这样告一个段落